圣彼得堡 在建一座城市的时候 人们都静待了 在波罗的海附近荒凉的沼泽地带 建一座城市 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人们更无法设想 这座城市会长期存在下去 然而三个世纪过去了 所谓俄罗斯欧洲部分象征的圣彼得堡 却依然存在 并且成为俄罗斯工业 科学 文化 交通的中心 圣彼得堡市呢 应该说是叫做俄罗斯的北方首都 那么这个城市 它不仅就是它的这个 城市的自然风景 这个艺术氛围 那么应该说在俄罗斯 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圣彼得堡建造的位置显示了 彼得大帝面向西方世界的决心 当城市渐渐成型 彼得大帝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建造一所大学 1724年 彼得大帝签署命令 在圣彼得堡建立俄罗斯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 这就是圣彼得堡大学 学校从欧洲各地 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 在数学 物理 人文三个领域进行教学 1725年 当学校建立不久之后 彼得大帝就去世了 但是 他建造这所大学的英明 却让人们在三百年之后 都没有忘记他 他的科学气氛特别浓郁 而且 其实 大学这种组织 它就是主要为了进行研究和进行教学 所以在这两个方面 彼得堡大学都是名列前茅 三百年之后的今天 这所拥有两万多名学生 十二个科学研究学院 和十九个系的著名综合型大学 已经成为俄罗斯教育 科学和文化的中心之一 三百年来 圣彼得堡大学 在俄罗斯史册上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众多数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 以及作家 都是从这里走出 这种学生 可以说 我们有百分之百学学院 今天 工作 但是在每个学习,当然,学习一天,所以学习一天,所以学习一天,也就是学习一天,所以学习一天,是学习一天,而学习一天。 1846年,切比雪夫大学毕业来到圣比德堡大学任教,习惯在估计中思考的他,选择了当时很冷门的概率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他开创性的研究和突破性的成果,一举改变了德法等数学传统大国对俄罗斯数学界的看法。 如今,俄罗斯的数学家仍以自己被称为切比雪夫和比德堡学派的传人而自豪。 俄罗斯的一様。 Эта модель тоже модель Чебышева, и о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другой способ передатчи движения, передачи по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рычагов на вращение колес. По этой схеме в конце 19 века были созданы инвалидные коллекция специálные для инвалидов. 将理论联系实际 这是包括贴笔学附在内的圣彼得堡大学的学术态斗成功的法宝 这也使得圣彼得堡大学成为俄罗斯乃至世界上众多著名学术流派的摇篮 电磁现象学术的电机人 棱次定律的缔造者棱次 创造了圣彼得堡物理学派 在化学学科当中 圣彼得堡也同样书写着传奇 8最 depth技術的学科当中 Shahid 我们所得取得的第一几 begins listed sebelum睡觉 晕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和学术专家 提供三十个专业领域的学术指导 几乎困扑了当浅化学领域的所有分支 圣彼得堡大学化学学院是当之无愧的化学人才发动机 二百多年来,圣彼得堡化学系很多人的名字至今还被人们传送 这其中就包括因确立了化学元素周期氯而文明于世的文杰烈 他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化学家之一 这一年是1868年,我们认为这个年代的真正是一年来的发展 的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的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 当然,由三个人,由于我刚才说的,是一年来的 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是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 这是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的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 这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是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 realizingomi,定则的奖 Select 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го,并请 sano 是一个双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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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这是一年来的经济历化学校的聎氏 这是一个现实的人事物 as? 是一个工程的人 neste过时光啊 开始所以去呢它们像是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ám 那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有些hing典化学校就飞了 那些设设计您一年来的经济化学校就飞了 并否则的百科学家自秧出来的知名一定 nelle学校的显 map 只有学习才能使人变得聪明 文杰列弗将他的勤奋与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 1860年 文杰列弗将为著作《化学原理》一书考虑写作计划的时候 身为无机化学缺乏系统性而困扰 于是他开始搜集每一个已知元素的性质资料和有关数据 把前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成果收集在一起 于是文杰列弗开始试着排列这些元素 他终于文杰小时u microbi accelerated 文杰 información 他发rich了 known � Monthly teredd 暴力的副 zed стать 原来你能看到 原Inim的起来 共用 그러时 找到餐知道라고 科学 good 兵器 一年 inici 科学 除了,它,要說是說, 明朗年太過敗北的法律 每個東西都建立了一張長方形板卡片 把這筆底從散了 находится屁股中 比出一个头绪 1869年 经过对大量的实验进行分析概括 门戒列夫终于发现了元素周期率 有人说 门戒列夫只是玩玩扑克牌 就得到了这一伟大发现 但他们却不知道 门戒列夫为探索元素周期率 一直勤奋工作了至少十年 为了纪念他的功绩 人们还把元素周期表 成为门戒列夫元素周期表 круг интересов Менделея был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широк вот один из сюжетов в начале 20 века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решил создать ледокол то есть он предложил рус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создать ледокол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ысоких широт в России уже был один ледокол который и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в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целях а Менделей предложил сделать ледокол для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работ высоких широт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до было осваивать северный путь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оттуда в Китай и в Азию при этом Менделеев выполнил сам все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расчеты Менделеев в Китай и в Китай и в Азию в Китай и в Азию и в Китай и в Азию мы все ученики Менделеев мы все ученики Менделеева мы продолжатели его науки всякие великие ученые это образец служения науке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скольку уже давно прошли времена когда ученый-одиночка мог открыть новую науку или сделать какое-то великое открытие в науке сейчас крупнейш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они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в коллективах у которых конечно есть лидер мы называем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научной школы но есть и команда которая с ним работает поэтому очевидно пример вот каких лидеров которые универсанты передают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они влияют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т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一个学校的命运 往往要和他所在的城市 连接在一起 圣彼得堡大学也不例外 他和圣彼得堡一起 经历风云 也同样继承了 圣彼得堡的精神力量 在偉大的魏国战争年代 圣彼得堡经受住了 德国法西斯军队 900天的围困 英雄城的美誉 由此而来 在这900天中 圣彼得堡大学同样 以英雄的气概 迎接最冷的冬天 坚持教学和科研 秉承着这种顽强的精神 巴弗洛夫 梅西尼科夫 在消化系统和免疫学方面 做出了卓越贡献 谢苗洛夫提出 气象反映了化学共力学理论 普罗霍洛夫 发明微波激色器和激光器 朗道开创了凝聚态物质理论 华西里 利安提夫 发展了 投入产出方法 圣彼得堡大学 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 学术英雄 华西尼科夫 华西尼科夫 одного из 丝毫不逊色于学校在数学 化学方面的表现 与其他大学的物理学院不同 圣彼得堡大学物理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 他利用学校数学方面的优势 将理论物理学和应用数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学科交叉中寻求突破和发展 物理学院目前有19个系 两个研究所 学院的专业 囊括了现代物理学的每个领域 无论是理论物理还是人物理都成绩飞来 我愿意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первый приемник, радио передатчик, был создан в России, у нас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С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ем Поповым. Но военно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России запретило публикование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И поэтому Маркони в Америке был первым. Сейчас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радио изобрел Маркони. Редактория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圣殿, 在人文科学领域也同样硕果为雷. 圣彼得堡大学很多的毕业生成为了文学家、教育家、 艺术家和政治家。 像《赋予子》的作者,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图根耶夫。 死魂灵的作者, 讽刺文学流派的开阔者伯德里, 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 著名詩人亚历山大、布洛克等等, 都曾经再次接受教育. 俄罗斯现任总统国经, 也正是从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 迈向震撼. 川普尔操仪批判将 英国经, 共和尼文学徒 工程和教授的一切是他的志願和教授的一切 成功的素材 未成功本来的做法 他们已经开始金管理和教授的行为 而且重要的是,在1980年代,他已经在一年工作了,工作了一年。 1724年,圣彼得堡大学在建立之初就教授法律,使得法学院成为圣彼得堡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 三百年前,彼得大帝以开放的姿态建立了圣彼得堡大学,经三百年的基点,让这所学院不仅逃离满天下,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世界。 因为学院的很多毕业生都投身政界,成为评论家、律师、甚至革命家,影响和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 他们在1980年代,也从1891年代,在1991年代,彼得到洪水学院。 他 began在瑞 Meghan晴学校,但也讶积 Chandер 支竹西?' 而 благодаря хлопотам его родных ему было разрешено держать экзамены в столич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видимо тогда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юный провинциал вряд ли сможет выдержать экзамены и сдать за такое короткое время ведь он не учился он не слушал все курсы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сдать экзамены хорош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ему это удалось совершенно блестяще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 выпускник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который не мог сразу поступить н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ау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а поступил на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а потом сразу попросил лектора перевести его н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аучный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как раз хотел заниматься проблемами так сказать физиологии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 этого слова и многими другими смежны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提到现代唯物主义高级神经活动 科学说的創立者巴弗洛夫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那些流口水的狗 的确 那是他重视实验的佐证 巴弗洛夫强调 科学工作者 必须把脑和手 结合起来 他自己身体力行 70岁以前 他都是上午9时 到实验室工作 下午6时下班 迟到或者早退 哪怕一分钟 也是极少有的情况 1904年 巴弗洛夫 应在消化县 生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而获得诺贝尔奖 新方案 student 精明 寻找起ful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адаптационные которые 让 узнать уч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фото мы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 в этих занятиях если будет интерес аностранных учащихся буду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иностранные 我们的大学我觉得最好 这个大学最古代 我们的老师最好的努力 我们很喜欢我们的老师 在这可以学很多知识 学汉语学 中国文学这是应该的 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文化研究学院 是进行东方语言文学文化教学和研究的中心 还有12个系组成 提供有关历史文学语言学人种学 地区研究方面的广泛课程 这里教授的东方语言和非洲语言达90多种 其中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汉学系吸引了三百多名学生 经三十名教师在这里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 充分显示了学校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重视 在圣彼得堡大学还有汉语重新 在汉语重新这个结构 它是主要是从事宣传汉语 宣传中国文化 进行HFK考试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们一直得到中国 帮助圣彼得堡英识馆的帮助和支持 圣彼得堡大学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人 目前圣彼得堡大学 以同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国家签订合作项目 交换留学生 为了保持竞争力 学校还给予教授充分的自由 可以进行自己的科研工作 大打激发了教授的经济性 学校的种种举措 都表现出了创造充分条件 来吸引英秀人才的良苦用心 我想想想想想想法 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出狼 agora 在用者また宁双自己的 Stitch 在国洲的设计 帮助供设的设计 或许有措 exec 所以,你认识,日本人会认识,会议好,当年商人的一条权都可以认识,如果他们想要达大家的一条权是一条权和一条权的一条权,如果你能达到一条权,你认识,在这一条权利益和一条权利益。 每年六七月间,圣笛的宝都会有白夜的奇观,在夕阳西下与续日宗生之间只有短暂的见识。 人们在夜晚读书也无需掌灯。 太阳给了圣笛得堡更多的光芒,而圣笛得堡大学勤劳的人们也正在心情耕耘,在学术与科研中,在合作与创新中,将这座具有王者之气的大学的科学之光照向全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